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YouTube订阅我的频道 和打开小铃铛 有新影片就会在第一时间接获通知哦 上一次的小小朗读者活动得到很好的反应 谢谢大家的参与 活动过后,我们也收到很多朋友的询问 希望我们再举办小小朗读者活动 所以,趁着这个假期还没结束之前 我们决定再办一次小小朗读者活动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之前,我们有在Facebook和YouTube 询问过大家有关朗读课文的建议 有些朋友说要三年级的课文 有些则希望可以换成四年级的课文 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一次过满足大家的要求 两个年段的课文都采用 所以,我们把活动分成高年段和第一年段 高年段的学生 四、五和六年级 朗读四年级华文课本 第十三课 接头魔术师 而第一年段的学生 一、二和三年级 则朗读三年级华文课本 第十四单元 掩耳盗铃 我们希望能够给小朋友们更多展现实力的机会 并拥有属于自己的动画朗读视频 好了 接下来 陈老师将告诉大家 小小朗读者的活动详情 首先 请小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年段 录制课文朗读视频 注意是录制视频 录制视频 录制视频哦 很重要 所以要说三次 在录制视频时 请小朋友们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 在朗读时 做到语音正确 语速和语调适当 小朋友们不能读得太快或太慢 并且要注意字的音调 避免读错字哦 第二 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录制 以避免有杂音 有杂音的话 就会影响成品出来的效果了 第三 录制视频的时候 小朋友们可以看着课文朗读 不需要把课文背起来 第四 在录制的时候 小朋友们要先说开头语 那就是 大家好 我是 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来自什么小学 我要朗读的课文是 几年级 华文课本 第几单元 什么题目 然后才开始朗读课文 结尾的时候 小朋友们要记得说 谢谢大家 这个影片的结尾 也会有来自 吉隆坡 假动 一校的 刘芷 为大家带来的朗读示范视频哦 萤幕将显示 消息已发送 过后 请点击选择文件 以选择你要上传的朗读视频 然后 点击上传文件即可 当萤幕显示 文件上传成功 就代表小朋友已经完成所有的报名程序了 记得要上传视频 没有上传视频的话 就算报名无效 每位小朋友只有一次的报名机会哦 此外 小小朗读者2.0的评选方式 跟之前也有些许不一样 我们除了针对各个年段 选出五位表现好的小朋友外 我们还真摄了 小小人气朗读者环节 我们会把所有小朋友的朗读视频 发布在YH channel的Facebook主页 然后 让大家选出心目中的小小人气朗读者 获得最多赞的前三位小朋友 就是我们的小小人气朗读者啦 所以 这次获选的名额 总共会有16位 分别是高年段8位和第一年段8位哦 获选小朋友的动画朗读视频 将会发布在YH channel的相关频道 当然 我们也会把这个动画朗读视频 电邮给小朋友哦 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心动了呢 是不是也想录制属于自己的动画朗读视频呢 现在就马上行动吧 各个年段的名额仅限首30位 先到先得 报名截止日期是2020年6月13日下午5时 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行动管制令期间 为孩子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参考以下的朗读视频 这个是来自吉隆坡假动一笑的 刘芷欣小朋友录制的哦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第一次的 小小朗读者活动的话 相信大家对他甜美的声音 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朗读视频吧 大家好 我是刘芷欣 我来自吉隆坡假动一笑 今天我要朗读的课文是 三年级华文课本第十四单元 读故事学成语 掩耳盗铃 春秋战国时代 晋国的制伯灭掉饭食 并把饭食家中的金币 珠宝等财物细节一空 然而有一口铜褐色的大钟 却留在饭食家的院子里 一天一个小贼在饭食家附近前逛 发现了这口大钟 他心想 这口大钟一定很贵重 没想办法脱走 然而 这口钟又大又重 根本背不动 怎么办呢 贪心的小贼想了又想 决定用大锤子把钟敲碎 再搬回家 于是 他找来一把大锤子 拼命向钟敲去 咣 一声巨响 小贼笑得把腿就跑 好不容易停下来 喘口气 他想 这样不行 这么响亮的声音 一定会把周围的人引过来 他想到一个办法 我早快不塞住耳朵 不就听不到声音了吗 小贼把耳朵塞住 再回去饭食家 拿起大锤子 往那口大钟敲去 咣 咣 想亮的松声 吵起了父亲的人家 没等小贼把钟敲碎 他们已经把小贼 团团围住 阻止他逃走 这小贼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 还奇怪 为什么他已经塞住耳朵了 周围的人还听到声音 后人就用 言耳道理 这成语比喻犯了错误 又是设法 掩盖 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只是自欺欺问 谢谢大家